那其實未來任何東西 這跟程式有的幾乎都有關係 因為你要做很多事情 如果重複性質很高的事情的話 你不會程式說真的 你沒辦法 不管做任何事情 哪怕 那這個VBA是for Excel 所以我們這個VBA應該是 叫A的話是for Excel的application 指的是for Excel 那當然他也可以跳出來 你就不是VBA的 像他微軟有個叫VBA的程式 他就是for Windows的 你可以在Windows上寫程式的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那Python的話 當然也是類似的道理 他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你要P字轉檔 你也是一樣寫個回圈 然後你要轉什麼檔 設定一下參數 然後告訴他檔案在哪裡 然後轉完了檔放哪裡 給他這些相關訊息 那跑個回圈 就讓他一直跑就對了 跑完之後他就停掉了 甚至跑完之後 他也會提示告訴你說 已經跑完了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讓電腦幾乎不休息 真的啊 RubyCi-Ci-Ci-Ruby 你隨時可以給他指令 甚至遠端都可以把程式寫完 然後丟到那個主機上面 讓他不斷在動 OK 所以產能就很大 所以隨時都可以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不過這個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 我一直想要把我的影片做整理 一直沒有時間 最近稍微有一點時間 然後就開始大量做這些事情 OK 這些過程還蠻愉快的 因為其實當然也要解決一問 而且影片數量大概十年前的影片 都還可以看得到 甚至在YouTube上面 我十幾年前的影片也都可以看得到 OK 我年輕時候的影片 看都可以看得到 OK 好 那回到我們這邊 當然我們等一下 主要是有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 就是加框線 OK 這其實蠻簡單的 就把框線加上去 沒什麼太特殊的 就是幫我把這個範圍的框線畫上去 第二個的話就把框線拿掉 第三個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不是加框線這麼簡單 我還希望 標題欄跟標題列 用雙線 有沒有 這一條 跟這一條 它是雙線 其他的話是單一線 應該可以看出來吧 這一條 跟這一條 OK 清除的話其實都可以共用 OK 那怎麼做呢 其實程式複複雜 一點都不複雜 這一個 一行程式 這一個一行 這一個呢 三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先整個畫完 然後再畫這一條 再畫這一條 就OK了 所以其實呢 畫框線 比想像中還簡單 但是呢 你必須要學會一個叫Range的物件 剛剛講範圍 所以特別重要 它這個邏輯 一告訴它說 從A1有沒有 到哪裡呢 到H7 做什麼呢 這個範圍 做 把它框線畫上去動作就好了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加框線實現 那一樣的道理 就是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模組裡面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sub 叫做這個 這個名稱 比較長一點 叫什麼 加框線 底線 紅色 或者你叫 紅色實現就好 那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打一個Range 跟它講說 這個範圍 A7 到H7 H到這裡 H7 幫我做什麼呢 點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Range的物件 比Sales的物件好一點 的地方就是說 Range物件有刮鬍 你點還是會提示 但是Sales物件有刮鬍 就不能提示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那我們怎麼樣呢 框線就是這個範圍加框線 那就是什麼 點Bolders Bolders怎麼樣 把它加紅色的 點什麼呢 點Color應該還記得 把它變紅的 紅的是什麼 RGB 刮鬍 多少呢 紅的全部 255 255 豆點 0 0 有沒有 豆點 0 有沒有就OK了 懂意思吧 反正一定要三個數字就對了 來後瓜糊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寫完了 看一下 執心 有沒有 畫完了 其實 理論上應該把這兩個先刪掉了 不過 這個有點暗言 等一下你們請各位把這個刪掉 不過如果你刪掉這兩列 會影響什麼呢 你會發現 按鈕變形了 為什麼 因為按鈕會跟著高度會調整 所以如果你要刪掉它 你怕變形幾個方法 請你把這個按右鍵點旁邊一下 再Ctrl鍵點一下 把這兩個按右鍵物鍵格式 摘要資訊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預設是什麼 隨著儲存 因為如果你隨儲存改變 它如果被刪掉了 那就變沒有 沒有就沒有高度 沒有高度就變形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按鈕 隨著那個儲存格改變而改變的話 你就要選什麼 摘要資訊 按右鍵儲存格格式有沒有 摘要資訊改成不隨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時候再來刪除它 會不會變形呢 不會變形 不過底下是不是 所以乾脆把這些全部都設定 因為我剛剛只有設定這兩個 乾脆如果最好是 乾脆全部都按Ctrl鍵 然後都把它變成什麼 不隨 這樣怎麼刪它就不會變了 OK 我先把它按右鍵刪除 全部都不會變形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將來如果你們做出來 OK 所以第一個是把框線加上去 然後點Color等RGB255 豆點零 豆點零 那怎麼清呢 其實剛剛有講過 這種ColorIndex等於沒有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只要在清除的話 只要在這個底下再加一個清除框線 然後它的什麼呢 點什麼呢 其實兩個方法點Bolders一樣 你看Bolders的ColorIndex等於XL沒有 這樣就OK了 看一下 執行這個 執行 有沒有 不見了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Bolders的LightStyle等於沒有也可以 這個我剛剛有另外一個寫法 另外有一個寫法是LightStyle等於沒有也可以 用什麼LightStyle LightStyle是什麼 框線的樣式等於沒有也可以 兩個方法 ColorIndex等於沒有 或者是LightStyle等於沒有 等於沒有 這樣也可以 兩個方法 看你習慣記哪一個了 都可以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什麼 把那個 紅這個 先把框線畫上去之後再畫這一條線 再畫這一條線 那他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兩個先OK 待會再看這一個 畫面先畫一圈 各位 這個在雲端上也有 你們往下看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